那這個室內就是裡面是全黑的 全黑的 這個一個學校的冷冷去的地方 對 就是有一些電器設備的地方 有些管線 那它就在裡面 這裡面是微暗的 那它就在裡面用這個光筆慢慢畫 慢慢畫 那就形成這個線條 那所以這個光筆畫了 它就形成一條線 那這些建築的或者這些管線 是因為長時間曝光 它就慢慢的弧線在這個底片上 就會同時做出來了 就同時慢慢曝光這些管線 同時做這些線條 那當一兩小時之後呢 這些管線曝光夠了 這些線條也做完了 也做完了 對 在同時把它做起來 拿解個 這個也是 這個在夜晚 那它怎麼搖呢 這個就在拿一種燈棒那種 然後一直在畫畫畫畫 從這邊一直畫畫 就是用那個雷沙 對 用那個雷沙再搖 一直畫 一直畫到這個後面去 所以它這個只要是光點的 都是白天拍的 那只要是線條的 就是室內或晚上才能拍 因為晚上沒有太陽光 沒有辦法做反射 所以晚上就是做長的線條 對 或室內的 那白天才能夠用鏡子 嗯 結果啦 把那個符杖放在鏡中間 嗯 一般藝術家呢 不會怎樣放的 嗯 為什麼會怎樣呢 它這個在布拉拉宮 這個活像是很大的 嗯 它是好像在四五樓的高處 等於說跟這個活像的前面 嗯 拍的 那一般我們都把這個活像 給拍了一整尊嘛 嗯 它這個只是臉部的一個特寫 可是因為 是臉部的特寫 對這個眼睛的神情 線條表情 反而更有那種 張力 更具有那種活像尊嚴 或者巨大那種感覺 如果是整尊拍起來 旁邊這個下面就會很複雜 我看姐夫照片的是在西藏拍的 這是穿的很 他們當地的很 貴族慎狀衣服 所以女性的臉都被這個遮住 那個臉都遮住了 對 都被這個遮住了 臉都遮住了 可是這個在那裡 哪裡覺得它好在哪個地方呢 對 這個在我們 我們大部分都 比如您生活在香港 我生活在台北 我們根本很少有機會去看到這種 比較有深入文化的 比較在都市看不到的 那這個其實也代表就是說 當一個地方聞名的時候 這些古老東西逐漸消失了 所以它有一個很深的文化背景 跟那個年代的歷史在後面 結果好像在一個市場 對 他們都在賣東西 對 那他們在賣東西呢 都沒有人理他 那他為了讓人家看他呢 聽說他吹哨子 那這些人就突然就看他 你看 這個人 他們在賣東西沒有人理他 後來就吹哨子 那大家就回頭看他 他就趕快拍了 所以裡面就有一些人 是看著他的鏡頭 那像這些照片呢 都是用這種大型相機 這種木製的 大型相機拍的 那這都不是數碼相機 都是大型的 底片都很大 你可以告訴觀眾怎麼欣賞嗎 這個藝術家本身是一個女的 所以他從女性的角度 去看這個現代社會 那他的作品當中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這些嬰兒 他本身做sculture 他會做雕塑 所以這些嬰兒是他做出來的雕塑 這不是真的嬰兒 不是真的是 他做出來的雕塑 那做完這些雕塑之後呢 再把這些雕塑 擺installation 裝置在一個空間 那擺好之後 再打燈光 再把它拍攝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個張機藝術 對 也是個當代藝術 也是裝置藝術 也是雕塑藝術 也是攝影藝術 結果跨了 他告訴我們什麼了 這個畫 譬如說 這後面有個男 有男的他在後面 但是這個男的的表情呢 不是很好 那這麼多小孩 它代表就是說 現代科技 可以用胚胎 或者受精 也就是說 不再像以前 就是可以用科技的方式去刪顯 你要生男生生女性 甚至可以直接植入精子 就可以生孩子 對 所以這個 他在 這個小孩子呢 爬的 一直爬在這個牆上 沙上 就好像那種 小孩子可以無限的 經過人的科技 不斷地去還原生子 然後這個人 男生的存在立場 就已經沒有價值了 對 這個就是大量生產 mass production 對 那這個一定是一個台灣的學校 對 他們在做清潔 對 還有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個 這個學校呢 其實也是我小時候讀的學校 這叫老宋國小 那這攝影家是陳敬寶 那我們每個人都 經過小學 國中 大學 那這個 他 就在拍這個 我們小時候童年 當你是個學生的時候 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 譬如說 下課打掃啊 然後在打掃的時候 女生認真啊 男生嘻嘻玩啊 所以他這裡有一系列 就是在拍我們童年的記憶 那這個記憶就是 當你在那個時候的時候 你曾經有過的印象 那透過現在 他透過攝影的方式 把過去童年記憶給還原回來 那其實這個記憶 以及說 藝術教的一個記憶 也是我們大家集體的共同記憶 每個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對 好了 這裡有兩個天橋 對 不用說 我們一看就知道 這是兩條天橋了 對 那個 作者呢 他要告訴我們 我們什麼呢 這個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 對啊 那 這個 人多 但是土地少 嗯 那到了80年代 整個台灣高度的經濟發展之後呢 這些路橋 開始不斷穿梭在我們這個都會區 對 但是這個路橋呢 他的結構呢 建築結構呢 又非常美 那他透過他的鏡頭呢 在這個 拍攝這個路橋呢 從用鏡頭的眼鏡管的關係呢 讓 比如說這個大小 眼鏡距離變很大 那造型呢 變得比我們世界上所看到 我們在橋下看到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透過鏡頭呢 把原來的那個橋的造型給改變了 那整個線條結構變更臭相變更美 那他同時也是台灣當下這個社會的現況 所以現在台灣到處都在蓋這個高橋 對啊 因為怎麼說呢 一般來說呢 鏡頭看的東西跟眼睛看的東西就有一點點不同 對 所以就拍出這些照片出來了 那這個擰進去呢 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橋 它這個是柱子 那上面有頂 那上面沒有拍 那這個傾斜是 因為它在拍攝這個結構 線條曲線的美 這個透細感呢 把這個柱子 兩個柱子 本來是一樣大的 對 但是這個現在 大了很多 這個小了很多 對 這個就是現場的眼睛 對 這一幅是講什麼呢 這個是蔡永生的作品 那他 他這個是我們用的那種 過去傳統的35米相機 可是那個相機 你把鏡頭拔下來 倒裝過來 他就會變Michael 那他是生到那個花的 花蕊內部 去拍那個花 可是因為這個花裡面呢 內部之後呢 因為那個造型 就會產生很多抽象的美 跟那個形狀 可以讓我們產生很多不同的聯想 甚至有人會感覺說 他比較像 比較青澀一點 比較有性暗示 但是也有人看起來說 這個 這個像一個金黃色的 好像一個影像光明 所以 他把原來的花的本質 給消除掉 變成一個抽象的 一個土騰跟虎號 那你可以透過你的不同想像 去觀賞他的東西 每個人可能看法會不太一樣 這個是花蕊 對 那這個是裡面 這個是應該內部 然後有光線照到 所以才會像金黃